哈囉今天是西雅圖的禮拜天 然後覺得沒有拍一支影片 還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就決定要拍一支 在美國如何找房子的影片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這一兩天都是在努力的看房子 因為我們下個月要搬家了 以後可能來到美國工作 或者是來到美國讀書的話 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自己的話是用 Zero Rental還有 Craiglist 去找房子的 那我也要在這邊講一下優缺點 Craiglist的話跟Zero Rental 都有共同缺點就是 有些post是很久以前 他們不會拿下來 但是在篩選那邊的話 可以自己稍微做調整 Craiglist的話我發現 有一個缺點就是比較多詐騙 但是比例還是沒有到那麼高 只是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那要怎麼分辨詐騙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看 這一個post的價錢是否合理 像是說這一個區域應該是兩千塊左右 在五六百 square feet 但是這一則post卻說 一千六一千七 好像有點差距太大了 你就可以先做淘汰 如果不確定可以寄email給他們 如果email是講說 我們人不在這裡 假如要的話 你先給我們押金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鑰匙寄給你 那這個應該百分之百是詐騙沒錯 那Zero Rental跟 Craiglist都有 自己的APP還有網站 所以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直接上去看看 也都可以去做篩選 是否要照片 然後你自己的預算多少 大概多大 再來是是否可以養狗 這個都可以就是去幫自己先做篩選 那美國的坪數大小單位都是用sqft 我自己是稍微抓一下 我就是大概一千sqft 是大概台灣的30坪左右 那我們先去看房子 那我會把我今天看的房子 秀出來給你們看 你外也會穿插一些 昨天拍的房型給你們看 讓你們就稍微了解一下 美國的房型大概怎麼樣子 那我是住在西雅圖 所以有可能每個州的房型都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先去看房子啦 是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嗎 或是有一個尺寸嗎 尺寸 這地方是狗友好嗎 對 那是肌肉的 OK 哈囉我們才剛回到家 那我在這邊有準備幾個問題 可以給你們大家做參考 就是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像在找公寓之前 大概要提前多久 開始找房子 那我會建議是一個月 因為你要讓自己 有足夠的時間去參觀房子 然後並且做決定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應該要怎麼去和對方聯繫 要去參觀房子 會有兩個辦法 就是打電話 還有在網路上做預約 有些apartment的公司 夠大的話他們有自己的website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做預約 你在參觀前 你可能要先準備好幾個問題 那我這邊也有準備幾個 可以給你們 就是參考 在參觀以前 他們會接待你 那一定會問到你 你的預算多少 你喜歡的房型怎麼樣 那要多大 那可能在參觀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邊看 然後邊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他也都會一直就是 跟你問說 喔你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想要問的 那我這邊也有準備幾個問題給你們大家 第一個是 是否有網路 有些人就是對網路很在意 那他們每一個apartment 他們其實 有合作的網路方案都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要去問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 那再來是 有沒有冷氣 像在西雅圖的話 冷氣是比較不普遍 那除了新型的公寓會有冷氣 那大部分的房型基本上都是沒有 所以在意有沒有冷氣的話 也要問一下 那還有像是我們有養狗 我們就可能還會多一個問題 就是是否可以養狗 然後養狗的話 一個月的租金要多少錢 那最後一個問題 是有沒有一個區域是可以給狗用的 因為有些公寓 他們會設置一個就是可以讓他上廁所 那我還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公寓出租很競爭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special 那你就可以問他說 喔你們現在有沒有special 那通常的話都可以有拿到 一至兩個月的免費 那以上就是我準備的問題 所以影片要在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們有其他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假如我知道的話我就可以回答你們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給我一個喜歡 也歡迎分享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